大家好我是老爹 歡迎收看老爹玩PTCG YEAH OK今天又到了我們寶可夢中文版第三彈的御主介紹時間啦 今天的主角是我們的末路兒GX 老爹願給他等級... B 好不好 老爹給他等級B 但他其實是很強大的寶可夢 而且是可以組成牌組的 好不好真的很強 但是在御主裡面的話就有點小劣勢啦 但我還是可以給他到等級B 好不好 給他到等級B OK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末路兒的效果 末路兒他一定要搭配這張阿吉的陷阱 我們就姑且叫阿吉啦 因為我其實老爹國文不太好 數學跟國文都不太好 老爹可悲 OK 阿吉 阿吉的陷阱 這個忍者 一定要搭配這個忍者啦 搭配忍者呢 他就可以打出110加90的傷害 也就是200的高傷害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效果好不好 他的第一招呢 一個草兩個無 打110 那如果這回合使用了阿吉的陷阱 就可以再加90的傷害 也就是說你傷害會變成200 那如果你是安全使用阿信的話 就是另外那個女忍者的話 你的這隻寶可夢 不會受到對方的基礎寶可夢傷害影響 就是不會被對方的基礎寶可夢打 所以蠻好對付皮捷的我覺得 因為如果今天遇到皮捷的話 其實末路兒可以挑打皮捷 老實講 你用阿吉的陷阱 阿吉的陷阱呢他的效果是 對方中毒加混亂嘛 中毒會扣血嘛 那我們今天戴一個頭戴 直接戴一個頭戴就可以了 戴一個頭戴 打230然後再加中毒 他直接燒死 掛掉 對不對你直接拿山山坦里塔 不只如此 如果今天皮捷又換上來了 但是你的陷阱剛好用完了 你可以直接使用阿信讓他無敵 慢慢的打一百一百對方嚕死也是沒問題的 而且他的能量需求其實沒有到非常大 只需要草能跟雙無就可以做到了 但是 我們今天玉竹有沒有送雙無耶 有 送了一顆雙無 可惜只有一顆阿 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他在玉竹戰裡面比較弱啦 因為在玉竹戰裡面他需要進化 而且你的陷阱只有一張 你的陷阱只有一張 你等於只能打一次兩百的傷害 那你其他就必須一直打一百一百一 就有點可惜啦 那他的GX技能其實也蠻強的 所以如果說你好不容易進化出來了 在玉竹戰裡面好不容易進化出來了 你其實可以第一回合 就進化的那一回合就發動他的GX技能 把手牌全部洗回去 然後抽十張 想辦法把雙無給濾出來 如果有雙無你就出運了 下回合直接貼 就可以開始攻擊對面了 是相當不錯的一張寶可夢喔 那再來他的 矛球送了兩張 末路兒送了一張 這張末路兒其實也不錯啦 他的招式是在對手的戰鬥寶可夢 有特殊狀態的時候才可以使用 你可以選擇對手一隻 後背寶可夢打90的傷害 所以你如果使用阿傑的陷阱的話 讓對方中毒了或混亂了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招式 來打對方一隻打90的傷害喔 那接著呢 我給這套獄主等級B的最大原因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他其實給對方異常狀態的卡片不多 真的不多 很少 非常的少 所以你就只能依賴你的後背牌組 看你後背牌組隨機牌組抽到什麼 因為他給的這個牌組 其實沒什麼是用來給對方附加效果的 所以就有點可惜啦 但不過沒關係 我給他在等級B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分數阿 全部都被加到他組成牌組裡面了 我來教大家怎麼把它組成牌組好不好 他組成牌組老實講真的蠻強的喔 好 那我來教大家怎麼組成牌組 首先我的毛球跟末路鵝放3-3 3-3 放3張3張 一定要放GX的喔 不要放小吃的喔 那再來我們可以放到3-3的熔岩蝸牛 然後還有3張的智慧心 那當然如果你不想用智慧心的話 你也可以放我們的電斑馬 也是沒有問題的 電斑馬你可以放2-2 那這裡的喔 就選擇放智慧心的版本喔 好 那其實組法有點像是 不乳皇的組法阿 利用蝸牛跟智慧心 來把你想要的東西抓到手上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們必須放3張的陷阱跟3張的阿信喔 有這兩張才可以做出完美的combo嘛 那這裡特別要注意的是 你雙5一定要放4張 然後草能也要多留1一點喔 那除了這些東西以外呢 你可以用其他東西來干擾對面 例如你可以放發電廠 放發電廠來干擾對面也是不錯的 畢竟你的怪其實 GX、EX都沒有特性嘛 你GX沒有特性啊 所以你可以放發電廠來干擾對面 遇到皮捷啊 這套牌組就很好打 這套牌組真的會很好打喔 因為你遇到皮捷的話 皮捷哪裡沒辦法嘛 你用阿信你可以無敵 你用阿錦你可以打200 那再來特別注意的是 頭巾一定要放3張 我覺得頭巾一定要放3張 因為你要有頭巾 你才可以完美的打死對方的皮捷 所以我覺得頭巾一定要放3張的 那其他東西就是 看大家去考量了啦 其他東西就是巢穴球啊 高級球啊 放4-4啊 這些 竹籃放4啊 這些 大家就去特別考量一下 看你要怎麼放 老實講 這套如果要打皮捷的話很好打 可是如果打噴火龍的話就變很難打 真的 因為你打噴火龍被打2倍 所以你很容易死 那被丟上抽2張就尷尬了 所以如果要打噴火龍的話 建議大家還是放一下弱點保險會比較好啦 好啦 總而言之呢 這就是我們這一套這個 末路兒居叉玉組的介紹影片 如果你很喜歡末路兒的話 歡迎組成牌組 老實講 末路兒真的算是被環境斬殺的一隻寶可夢 他如果再早一點出來 在沒有噴火龍的環境下出來的話 我覺得末路兒絕對會是主流 他一定會是主流啦 而且會是平民牌組的主流 但很可惜現在有噴火龍 可惜啦下去啦 886 OK 那麼今天影片總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我 或是我的粉絲按讚 那麼我們老爹玉組介紹時間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